哈囉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白同學 白同學今天要來打三百片 就是我助理這一台賓士W210的大眼瞳小眼 他那個眼睛的那個大瞳已經霧化了白萊長 原本是要用我那一台139下去拍 因為我那一台要讓他一直拍 一直風吹雨打回白萊長 我覺得他的白內障的程度還沒有到達 可以拋光的那個影片的程度 所以我們助理特別去花錢買這款燈殼還原劑 事實上也有那個燈殼還原拋光的那個 託話的方法可以分享給同學 但是他快要買這個 我們就來實驗看看同學看 我也沒有操作過 我們就來實驗看看 白同學跟我們助理先花錢當白老鼠給同學看 一起上課去囉 來 先讓同學看一看 我們助理這台大眼瞳小眼的氧化特寫 你要看 事實上他這個是 但是沒有說稍微看平光而已 我是剛剛還沒有說改物化的樣子 對啊 但是今天我們也是要打這個肉片的同學 喔 這邊這邊就比較嚴重了 我們等一下用這邊來示範好了 我先看一下 大概 都差不多啦 好 來 開始 來 白同學先把它拆封一下 我看它這個 什麼使用說明 它是說什麼 就是這個把它搖一搖 直接噴到這個燈殼 然後用這個布把它擦掉 我是覺得應該不知道那麼神奇 我也不知道 因為之前白同學都是用下去拋光的 它是館長有時候說用那個什麼 汽車拋光機那個啦 打蠟的那個 但是一般 同學家裡應該很少的那種東西 所以白同學就是用 塗法煉乾的方式 用最基礎的示範的同學看 來研究一下 來 好 助理請坐 運筋把它運到漂亮起來喔 因為我覺得兩邊 它不會差很多啦 我就想說 就直接弄這邊就好了 它說不能去噴到那個電鍍的地方 來 你坐好 這個 嘿 來喔 怎樣啊 真土耆了喔 我先旁邊去沾一下 好 怎麼沾沾水這樣 唉唷 好像還不錯喔 這顆順鎖好了 嗯 真糟 好 我先要密一下 來 鏡頭給我 它這個使用步驟是這樣 就是 它說先把那個燈殼清潔乾淨嘛 然後搖一搖 還要把它直接噴上去 不然就開始切了喔 好 差不多了 好 來 開始了喔 來喔 那這個特鎖 來 過來 腳架拿給我 來 姿勢換好了 我同學看 欸 它好像在 怎麼這麼好喔 唉唷 這個再推的力道不用很 很大力餒 唉唷 唉唷 因為白龍學 這個大部分 你要稍微出力 然後模擬那個拋光機 原理應該差不多啦 我跟你講啦 這個大部分人家都是用 那個最簡單 用粗蠟啦 下去拋光 但是粗蠟 它一個問題是說 它拋光後 到底能不能扛油味齁 這個 沒話說 這是要再下去研究啦 看它撞得久 撞得久 欸我是覺得好像 你看那個黃黃的 已經稍微擦起來了嘛 看它效果 那真的不錯喔 它這個就像類似 隨便的模布 這個擦的部分 白龍學就不剪接了 這樣比較有那個真實感 片長比較固定 再喝一下 慢慢有那種打蠟的感覺 因為白龍學的鏡頭 放在前面 這樣比較不會開 這樣比較不會動到 比較有那種臨場感 欸我看它真的說 這樣還不錯 你看它另外 其中泛滑的部分 就是在它裡面 它那是內部 它這裡有 你可以稍微看 再讓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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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欸我看有差 然後換這邊 來這裡 來 再來 開始 喔 這樣有成就感喔 欸我看這真的不錯耶 喔 這樣這真的讚喔 因為講真的喔 我以前都不太相信這種東西 你知道嗎 來 喔這好用 等一下再看看特寫 白龍學的鑽 龍爪手已經開始爽了 喔 真的爽了 所以它會建議用那個 打蠟機就會用 後來 我們來看一下特寫喔 來你看 來看 欸我覺得 這個真的有差耶 啊 你看它裡面喔 這裡啊 它裡面怎麼看的 稍微霧霧 這個部分就是那個 燈具裡面本身 原來是要有 霧氣水氣的管理 來怎麼看這邊 欸 真的讚 來 這樣來看一下 兩邊看的很明顯 來 白龍學就是實驗精神 我們這一邊用傳統的 我那個 我的山材水蠟 我來試試看 來 這一邊的話 我用白龍學最原本的方式 山材水蠟還有G3 但是因為它這個物化不是很嚴重 我們就不用出動到G3 一樣 我們用突發煉鋼 來給你試試看 先說欸 白龍學這都是 開機來做實驗 他們也沒有把我贊助 但是白龍學做法就是說 我覺得自己 怎麼樣 我用過我覺得好用的東西 我會分享給同學 當然廠商如果要開錢給它贊助 我很歡迎 好來開始 進口先把它架設好 來 我看一下 我今天有什麼主事 好 後來覺得這個角度比較適合 這樣比較有臨場感 好 來 三材水蠟 三材水蠟把它射出來 因為這個東西我已經用很久了 但是 都沒有時間拍 來我們 從這裡開始 我是覺得也很好推 因為這個方法很簡單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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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 這也是一樣 沒有要調節喔 這個布的話 都是跟那個水月磨布一樣 這個是 我一般在 不用說 用粗蠟 在用習慣 用一般的那個磨布而已 它這個用三材水蠟再推 怎麼講 它就是沒有辦法像剛剛那個 專業的還原劑 那樣那個 省力啦 但是 白龍船也是要跟這種土法 介紹同學 但是重點就是 我講的那個 到底能不能抗UV 這是一個問題 水蠟的部分 它只是把 上面氧化的部分去除 來 我感覺山材水蠟的工具 一定的良心化現 要齁 來主動把牌子都學贊助 來 你看 有金喔 它是會說怎麼樣 來 換這邊好了 換出色啦 好 一樣 一二三 來 開始咬 拿著別人 會變魔術 這個也是都不跳接的 事實上我在用的話 我坦白說 在塞來說 這個 水蠟再推是比較 沒有說 比較吃力 但是我覺得它那個 研磨的效果是覺得 比較明顯 但是另外那個 燈殼還原器那個部分 我看它在弄的時候 你不用很出力 它就是會直接去U 兩個屬性不一樣 當然因為那個也不是很貴 要怎麼說 用起來應該是用得不好用啦 也專業開發的東西 一定也是有它的優缺點的 好 來 還是來看特寫 你看 這邊是那個剛剛氧化比較嚴重的 我是用我的土法 山材水蠟 手動拋光 是不是光亮如新 來 你看這邊 這邊 也是光亮如新 但是如果說 以嚴格來講 我是覺得 兩邊來比的話 我覺得這邊亮度 感覺比較好 然後這邊 我們 找這個部分 我們用那個水蠟 把它拋光試看看 來 我們這一面 我們用 也是用水蠟下去測試 也是用它的那個 拋光布試看看 我們就是把它打一面就好了 打這邊好了 就這一條線 以下我們就 不去把它處理了 這是白龍學DIY的土法 這是白龍學DIY的土法 怎麼運動 那個蚊子在那邊夾頭 好 畫圈圈 水蠟再推是比較難推 對啊 但是我覺得 聽那個拋光的細緻度 我覺得效果還不錯 還是一併分享給同學 好 來喔 你看你是有曲蠟效果是不是 來 揉起來 來 來 揉起來 說真的啦 兩邊看起來的話 是 怎麼說 看不出來的 也沒有辦法明顯 覺得說 這邊拋比較亮 或這邊 所以 來 白龍學來個總結 來 一不做 二不休 白龍學這台三九 順順順來實驗好了 我這一台 我仔細看 那兩塊蠻嚴重的 我們這一套就是 主要用那個G3下去 拋光給同學看 來 開始 來 先來看一下 它的現況 你近看的話 如果這潤圈圈都照出來有沒有 對啊 這邊比較嚴重 我就是要故意把它放久一點 原來要打給我們助理去買那個 還原機 那時候來測試 這一邊是另外那邊 我們也是兩邊順便做啦 但是 最主要就是用這一邊給同學看 這一邊比較嚴重 來 開始 來 老公同樣要把它塞下去 一二三 一二三 喔 助理你那個 要注意一下 好 來 白龍學要開始來拋光 我是覺得 公斤的時候也不好用啦 那就是 變成說 它在切的時候力道比較不會 不要那麼容易出爛 來 鏡頭把它架設好 來 鏡頭把它架設好 好 對 架好之後 我們也想這塊 它架的步 開始 欸 好用 嚇壞 嚇壞 我跟你講 答案已經出來了 這個喔 專用的那個 拋光劑啊 它的力道很輕 就好像不算 好像在擦車打垂而已 所以說 怎麼講 你如果用土法的方式下去用 你如果想要省錢的時候要 手要稍微出爛 白龍學在測試這個東西喔 很公正 因為 白龍學我很敢做它 最主要就是 拋光效果 它有出來 還不用說很出爛 對啊 這個我在看待會兒 請我們做你吃飯了 欸 不錯耶 我稍微用力把它推一下 這可能補也想要換 稍微換一下 稍微換一下 跟他們說換手勢啦 來 然後我們一整片的 把它弄上去 喔 我覺得這個 真的不錯喔 所以有些東西 也是要去嘗試才知道 土法鏈鋼 也是有優缺點的 最主要 很省力啦 你如果說用傳統的 那個粗蠟車去拋光喔 你開起來時間比較多 另外那邊我們再用那個G3下去測試 你看 大概不用 應該不用30秒 百分之一 百分之一都不挑接了 你看裡面 魚眼變炯炯有神 滑順度還不錯 然後我們從那邊開始 這個角度 好 來 我們現在用英國的那個G3 這是最常見的那個 那個 燈殼 霧化 它的拋光的方法 用的東西 但是這個要很費力啦 來 開始了喔 對於 跟我們撞到魚的眼睛才開始 這個在畫圈圈 你就是要讓它 自動 一圍圍圈 翻燙 變亮了 它會變滑順 拋光的部分 再去看我其他影片 這樣 這個部分是不是亮晶晶了 其他部分也開始 這個齁 你如果要大面積下去 用你的手的力道要很均勻 白龍雪是建議局部就好了 簡單說就是把館頂 那頂硬化也直接磨掉 你看 白龍雪都沒在加水 就亮起來啦 好 白龍雪加快速度 直接 直接用吹的就開始滑了 那這個的缺點就是 你在弄的時候很費力 大概這樣之後 來 隨便磨布把它擦一擦 這樣也是很光亮對不對 好 來繼續 白龍雪整片把它做好 這樣我們比較會比較 因為白龍雪之前都使用這個方法 但是因為G3它沒有那個小罐裝的 同學你如果要買網路上 大概你就是要買人家那個分裝的 白龍雪是一次買那個好像五公斤的 一次用了大概五六年 對 這個還蠻好推的啦 你要升級的時候它會出爛 白龍雪的爪子都爪手已經沒有爛了 虛掉了 啊你這個如果用那個打垃圾下去弄 你用G3很小心喔 三個就一順了喔 所以我是建議覺得 同學經驗不是說很充足的 這樣慢慢下去抹 喔我手手手 喔 喔 再酸什麼殺喔 這個再推的時候你會覺得 很硬的喔 你那個時候不能停喔 就是老公不要停喔 你不要真的停喔 老公不要了啦 你就是不要就是要 來 完成我們兩邊來比較看看 來 先看特寫 這是我用G3那個手動拋光的 喔你看 它的魚眼是不是炯炯有神 換這邊 啊因為這邊刮傷是比較嚴重啦 我說真的喔 兩邊比起來的話是覺得效果都 五五波啦 啊因為這邊的話重點是 它的出來多輕的 那一邊就是你要用蠻力 同學 那白同學我今天問你們所示範的這個 BMW E39跟賓士W210 大眼鄧小眼這個 大燈霧化拋光的這個動作分享給同學 節目最後趕快來轉 我是覺得說 大燈那個什麼拋光環連劑 我用起來 我說真的我覺得不太用啦 出乎我的意料 啊因為那種東西我也沒有買過 啊因為我剛開始是覺得 對那種東西還蠻懷疑的 但是今天影片當中我是用起來 我剛剛它的施工來講的話 它力道就不用很大力 我想它不太用 然後另外就是 用那個山材水蠟的部分 是我以前的方法 但是我用很久了 啊但是 像那個大燈還原劑那種東西 到底抗UV程度到哪邊我也不知道 那就是要同學幫你開機遮蓋 當然它的品牌很多種 我們就是自己嘗試看看 啊另外比較 物化比較嚴重 最傳統的方式 就是還沒出現什麼拋光機那些 之前我都是用G3 對付那個比較洋外嚴重的頭燈 你也看了白龍學的示範 但是那個再用的話就是 它的力道要給大家 像白龍學抓哪一種抓手 那麼有難 地固也是沒難 大概就是以上這些 全部大燈拋光的方法 分享給同學 當然很多方式琳琳滿目啊 白龍學老人家又氣養同學 節目最後 既然的話 訂閱白龍學地固教室 要記得啦 把白龍學的支持一下 因為白龍學 跟我們助理都開始 買一些東西來做實驗 說一下 很缺重的東西 歡迎廠商來贊助 拜拜